首相慕尤丁昨天宣布,将在近期发出邀请函,以让执政党和在野党成员讨论政府的七项跨党派合作,现役,一旦反对派成员同意,政府将尽快召开国会下议院会议,提交信任动议。 慕尤丁提出的政治,现役除了会提成一个跨党派的动议,他还包括将首相的任期限制为两届,实施反跳槽法,以及任命一名反对党代表担任高级部长职。 然而,慕尤丁的政治现役遭到西蒙反对,巫统也不同意。 行动党针对是否接受首相丹丝里慕尤丁的跨党合作提议,有两种不同的声音,有的坚决拒绝这个提议,有的则认为可以协商合作。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强调,该党反对在疫情严重的时候举行大选,并相信没有人是唯一的专属首相职。 首相人选必须基于化解疫情和经济衰退的能力,以及改革体制的决心。 他认为,国家目前的焦点不应该是谁是首相,而是有什么冠病疫情重制计划,以纠正现任政府的失败,并启动一项经济正常化计划, 以使马来西亚重回正轨,并进行了比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提出的提议,更多的体制改革。 虽然很多人预计慕尤丁将别无选择,只能辞职。 但这也可能导致国会解散。 行动党反对举行大选,因为冠状病毒病例数创下历史新高,死亡人数已接近一万两千。 林冠英今日发表文告指出,行动党重申起拯救生命和生计的决心,并以抗击新冠疫情为重点,同时要顺利实施国家新冠肺炎免疫计划,实现群体免疫并提供直接财政援助,以阻止经济衰退。 行动党万一国会议员王健民在推特上强调了慕尤丁的提议,对我国政治的影响。 慕尤丁提出了一系列机构改革的前进计划,如果获得通过,可能会对我国的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。 我认为所有政党都应该坐下来讨论这些条款,是否可以接受?不是吗? 然而,行动党中委间以保东区国会议员皇家并不相信这一说法。 质疑一个得到叛逆立法者支持的人不会信守诺言。 他对王健民的推文回复称完全不同意。 你能相信这个政府会颁布反跳槽法吗?你在开玩笑吗? 慕尤丁必须立即下台。 他承认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支持。 唯一的选择是辞职,让国家援手行使,选举新首相的权利。 另一方面,与王健民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行动党白沙罗国会议员潘检伟。 他认为,希望联盟应该考虑慕尤丁的提议,并至少出席反对党,召集反对党的会议。 他指出,如果希望联盟无法确保希望联盟主席拿督斯里安华获得多数席位,有必要考虑慕尤丁的建议。 冷静地评估所有选项,哪些选项是真正对人民有利的? 我们必须阻止盗贼政治的回归。 也必须阻止在疫情期间举行大选。 现在国盟政府已经承诺实施改革。 我们立法的时候终于有了更公平的机会。 我们可以再等十个月,然后再踢走国盟。 他强调自己从不喜欢国盟和慕尤丁。 但国盟今天的命运,也正是因为喜来登政变背叛了人民。 照来了报应,从个人的角度来看,如果慕尤丁辞职,我会很高兴。 但作为负责任的代议是,我必须问,然后呢? 他说,最好的结果是西蒙重新掌权,并要求慕尤丁收拾行李。 但我很确定,每个人都知道巫统主席阿末扎西发誓他们,永远不会支持安华任首相。 除此之外,百姓还有什么选择? 潘建伟表示,接下来的局面很可能是持续的政治动荡,因为没有任何政党能够获得多数席位。 另一种可能是让巫统领袖出任首相,重获盗贼政治的自由,并在内阁中保留同一群小巢。 他说,我国也可能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举行大选。 沙巴团结党主席拿督斯里·麦希姆表示,为了我国的政治稳定,反对党应考虑首相丹斯里·慕尤丁提出的七项合作建议。 他昨晚发表声明指出,这是两党建立合作的契机,将有助于国家重回正轨,努力恢复国家的健康和经济。 因此,我呼吁反对党的朋友们抓住这个机会,优先考虑国家的需要,优先考虑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稳定。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,让这个国家向前发展,这是我们愿意团结的象征。 他说,基于当前的政治形势,各方要以人为本,齐心协力,搁置政治分歧。 当前,更重要的任务是遏制新冠病毒传播,挽救生命,恢复国民经济。 他解释说,现在不是争论谁应该担任首相的时候,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全国大选和还政与民来解决。 他说,现在不是举行选举的合适时机,目前,人们有权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好的服务,而不是在令人担忧的疫情中投票。 他补充说,在这次跨党派政府期间,沙巴人民联盟GRS在沙拉越政党联盟GPS的支持下,通过国盟政府,提议修改联邦宪法第1-2条。 恢复沙巴和沙拉越在1963年,马来西亚协议MA-63中阐明的地位和权利。 他相信修正案将得到沙巴和沙拉越国会议员的支持。 针对首相沐游丁提出的改革和提供拨款方案,以争取反对党的支持。 公正党青年团敦促大马反贪汇调查沐游丁的贿赂行为。 公青团团长兼兴山国会议员阿克马和河该团法律局主任赵俊文透露,沐游丁违反了反贪污法令第21条,应应贿赂公共机构官员而受到调查。 阿克马和赵俊文在联合声明中表示,基于通过电视贿赂的企图,公青团将向反贪汇报告调查沐游丁。 他们指出,在失去大部分支持后,沐游丁显然应该辞职,但他不仅没有辞职,还向所有国会议员提出各种贿赂般的提议,以寻求他们的支持并继续担任首相。